209解题说明第一小题编辑投影片1的背景 好,我们在投影片1上方点按一下右键 选取背景格式 一记题目要求隐藏背景图形,点按 接着我们向下拉 调整三个停注点的色彩 第一个停注点点按 色彩,选取 红色 透明度及亮度都为0 接着第二个停注点 色彩,深红色 第三个停注点 色彩,黑色 文字1 第二小题变更布景主题的色彩 我们点选上方设计 接着选按右方的变化里面的其他 选取色彩 接着往下拉 选取限制效果 第三小题编辑投影片2的背景 我们点选投影片2 接着背景格式里面点选图片 从档案 从档案找到C里面 NAS.CSFPP02里面的背景图片 按插入 以及题目要求将图片七层纹理打勾 只套用在本章投影片 第四小题编辑投影片3 我们点选投影片3 接着请同学将常用里面的选取 选取窗格打开 好,我们这边先将背景格式的窗格关闭 4-A要剪辑视讯Bud 好,我们点按Bud 找到视讯影片以后 接着点按视讯工具里面的播放 编辑上方的剪辑视讯 将开始时间改成 2秒 结束时间6秒 点208 按Delete键删除 接着按确定 4-B编辑几型图案 我们点选按我 好 选取以后 接着在绘图工具 点选格式 一记题目 图案填满 选择其他填满色彩 透明度 改成 100% 按确定 图案外框 一记题目要求 虚线 选择第四个 虚线1 接着4-C 再点回Bud的视讯 一记题目要求 视讯工具里面 播放 我们要选取 循环播放直到停止 完成以后要设定 按下举行图案 触发视讯 触发视讯的播放 好 我们点按上方 动画 接着选取 进阶动画上方的 触发程序 按一下 按我的时候 它会触发 视讯的播放 最后第五小题 编辑投影片4的视讯 我们点按投影片4 接着选取视讯 5-A 透用视讯 样式 选取上方视讯工具里面的格式 视讯样式 点选其他 选取显明里面的监视器 阴影 视讯样式 5-B 新增书签 好 请点选上方视讯工具里面的播放 接着 从0秒开始 先按一次 新增书签 接着 调整 前移 点按以后 好 在2秒的地方 再按一次 新增书签 同样的方法 在前移 到4秒的地方 再按一次 书签 好 继续 到6秒的地方 按一次 新增书签 完成以后 当播放到书签的位置 要显示 左方 多边形图案 好 我们点按 碼 这一个多边形图案 一记题目 选取上方 动画 触发程序 当书签 当书签 播放到1的位置的时候 触发 好 同样的方法 我们点按 海报 触发程序 由书签2 触发 野鼠 触发程序 由书签3 触发 吴尾熊 触发 吴尾熊 触发程序 由书签4 触发 好 本题完成以后 同学可以从投影片1 播放看看 投影片放映 好 一开始 拉开戏幕以后 接下来 再看下一页 我们点按一下 按我 好 视信影片会播放 接着 再下一页 好 当我们按播放的时候 好 在第二个点 海报 陆续 会出现 多边形图案 好 到此解题完毕 档案 定存新档 PP02 资料夹底下 PPD02 改成 PPA02 按 储存 接着 打开 提库练习系统 数课评分 按 确定 结束